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故事是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皮卡书乌向我们推荐的 出走的荣布雄 他的作者是贝伦哈特·奥伯迪克以及米切尔·恩德 由河山翻译 出走的荣布雄 到底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赶紧打开这个书吧 出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吧 从前有一只可爱的旧荣布雄 他的名字叫小顽童 当他还是崭新的时候 耳朵上挂着一块小牌子 上面写着小顽童这三个字 于是荣布雄的小主人就这么叫他 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上学 不再和荣布雄一块玩了 当然 时光的流逝在小顽童的身上 也留下了许多的痕迹 他身上有的地方打上了补丁 由于经常梳洗绒毛 也已经磨坏了 现在 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坐在沙发脚上 那是专门给他安排的地方 他常常坐在那里发呆 可是白天黑夜都在一个地方 待着不动 的确没有意思 所以 有时他也会悄悄地跳一会儿舞 不过 只有旁边没人的时候 他才会跳 否则他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因为他确实不太灵活 和其他的荣布雄一样 有一天 小顽童像往常一样 坐在沙发脚上 这时候啊 一只苍蝇在房间里 嗡嗡嗡地飞来飞去 最后落在了他的鼻子上 哦 你好 苍蝇向荣布雄打了个招呼 哦 你好 小顽童回答 并斜眼瞟了一下 鼻子上的苍蝇 呃呃过得怎么样呢 我坐在这里 呃呃 这我已经看到了 可是你坐在这里干嘛呢 就是坐着呗 呃 可是你 你你你总得干点什么吧 什么也不干 难道非得干点什么吗 哦 瞧你问的 这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比如我吧 我成天飞来飞去 见什么都舔一口 你能到处飞 见东西就舔吗 我当然不能 呃 原来是这样啊 居然有人不知道 活在世上干什么 你可真够傻的 简直傻透了 苍蝇绕着小顽童的头 不停地飞着 嘴里一个劲地说 哦 真傻 傻透了 一点用处都没有 苍蝇说完就飞走了 苍蝇的这番话 引起了容不雄的思考 是啊 也许我真的太傻了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活在世上 是为了什么 那我现在也想知道 我应该去打听打听 也许可以找到一个人 他能告诉我 正确的答案 于是 他从沙发上滑下来 摇摇晃晃地动身了 当他路过地下室的滑梯时 遇见了一只老鼠 你好 容不雄 客客气气地 打了个招呼 我叫小顽童 我很想知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干什么来着 老鼠靠着后门 站起身来 从上到下 打量着小顽童 然后不太好意思地说 活着的唯一意义就在于 狡猾一点 不让自己被逮住呗 多弄一些奶酪和熏肉 养活全家 你能养家吗 不能 可怜的家伙 那我也不知道 你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说完 老鼠叹了一口气 就钻回自己的洞里去了 小顽童 无奈地怂怂间 走出了房子 门前 有一个开满鲜花的小花园 容不雄 坐在草丛中 看见一只蜜蜂不停地在花丛间飞 小顽童喊道 哎 请听我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我忙着呢 没有时间 蜜蜂嗡嗡地叫着 很快又飞到另一朵花上 也许你知道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了 打小就知道 活着的目的就是努力地工作 不停地干活 永不偷懒 难道这点你都不明白吗 努力 怎么才算努力呢 心情彩蜜 铸造蜂房 造福国家 难道你做不到吗 不能 一听这话 蜜蜂火了 我可没时间跟你这种废物瞎扯 赶紧走开 让我干活 要不然我会遮你的 容不雄可不想冒这个险 连忙跑开了 当他来到街上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只很脏的小鸟 他正在一个脏水坑里洗澡呢 我说 你在那里傻看什么 你没见过洗澡吗 呃 建国 我也经常洗澡 但是 我可从来没有像你那样 见到处都是水 这关你什么事呢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知道 我到底活在世上干什么 你该干什么 这关我屁事啊 不过 哥们 我给你个好主意 跟我学吧 别去管这些愚蠢的问题 你应该对什么都不满意 对什么都不在乎 那你就什么也不怕了 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小顽童想了想 然后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说 可我一定要知道 一个旧容不雄 到底有些什么用处 小鸟大声嘲笑了一番 飞走了 小顽童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脚步沉重的 沿街向前走去 他来到了一个公园 公园中间有一个蓝色的湖 波光灵灵的湖面上 一只美丽的白天鹅正在快乐地游着 小顽童赞美 小顽童赞美道 你可真美 我知道 天鹅说着 展开翅膀 像一面鼓起的风帆 那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 小顽童很想知道 多么愚蠢的问题 天鹅严肃地回答 生活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美 仅仅在于美 否则 还有什么 天鹅美滋滋地打量着水中自己的影子 我生活的目的 就是履行这一最崇高的使命 那你呢 小顽童也看了看水中自己的模样 然后很真诚地说 我不知道 那么说 你可真是多余的 天鹅说着 脸上露出高傲的微笑 它又想湖中游去 看都不愿再看一眼 这只破旧的 荣布熊 湖的对面是一片森林 小顽童朝那边走去 不一会儿 它遇见了一只不古鸟 鸟儿坐在树枝上 不断地发出同一种声音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手术别打断我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我说你在数什么 我什么都数 树 树叶 冷山求果 树天树 树终点 什么都数 别打断我 六十八 六十九 几十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吗 那还用问 什么都取决于数 能够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不能数的东西都不算数 那也许你能把我也算上 哦 好的 那你看看自己应该归到哪一类吧 我没法归进哪一类 我只是我自己 那就没办法算上你了 别再打断我 说完 不古鸟飞走了 从远处还不断地传来它的数数声 不知道 又在数什么呢 旧荣布熊朝森林深处走去 树林越来越密 越来越黑 树藤挂在树枝上挡住了路 这是真正的热带丛林 在它头顶上 一群猴子在高高的树之间尖叫着爬来爬去 当猴子们看见荣布熊的时候 突然安静下来 猴头从树上跳下来 站在小丸童的面前 它呲牙咧嘴地问 你来这里找什么 你来这里找什么 我不想打扰你们 我只是想问问 我们这样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猴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他想知道像我们这样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他居然问像我们这样活着干嘛 住嘴 猴头大吼一声 呲着牙齿 等大家重新安静下来之后 他说 活着的唯一目的 就是去组织和建立一些团体 比如协会 俱乐部 委员会 党派 任何一个团体都成 反正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可是 这为什么呢 这很重要 一个人发号施令 其他人都服从 否则一切都会乱套的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准确位置 这样他才知道自己的价值 你能领导别人吗 或者你听从别人的指挥吗 我 我可能都不行 那你不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走 猴头大叫 而其他的猴子 纷纷用能抓到手的所有东西 朝小顽童扔过来 吓得他 急忙跑开了 在原始森林的后面 是一片广阔的草原 一群大象正在进行非常严肃认真的谈话 他们都长着一张充满智慧的脸 一举一动都很庄重威严 对不起 你们能告诉我一个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象听了连忙将他团团围住 皱着眉头低头打量着他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我们已经想了很长的时间了 那结果呢 你们找到答案了吗 对于深刻的问题 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思考 我们不能草率从事 所以 活着的意义 恰恰在于认真的思考 生活的意义 但是 那可是没完没了的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得到 就算是这样吧 可你毕竟有一颗永远不死的灵魂 像所有的生物一样 不是吗 或者你能告诉我 你的身体内有些什么 我还从来没有仔细地检查过 但是我想 可能是一些木屑和泡沫塑料之类的 那么说 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生物 你只不过是一个人造的东西 没有灵魂 没有思想 如果你什么都不是 那就应该把你 扔掉 听到这儿 可怜的旧荣布雄第一次 真正感到了难过 虽然它是用木屑和泡沫塑料做的 即使它没有特别的要求和权利 那它也不愿被人争掉 它摇摇晃晃地走了 再也没有什么兴趣 找任何人询问活着的目的 草原上 草原上沙子和石头越来越多 小丸童已经很累了 它靠着一块岩石坐了下来 让太阳照在它那打了补丁的肚子上 突然 只听身边传来 尖声尖气地说话声 小胖子真是太巧了 它转过身来 看见一条巨大的响尾蛇 它正用发亮的眼睛盯着自己 玩具熊想赶快跑开 但是它已经不能动弹了 站着别动小东西 不然我会生气的 大蛇吐着舌头 响尾蛇慢慢地把头 扬到荣布熊的面前 怎么样宝贝 来得正好 你很合我的口味 谢谢 谢谢 但是 对不起 我该走了 我必须搞清楚 我自己活着是为什么 这时候 大蛇阴阳怪气地笑了 可这不是什么问题 像你这样的 活着的目的就是让我吃掉 我很想吃你小胖子 你是可以吃的不是吗 我希望不是 我身体里只有木屑和泡沫塑料 啊 是吗 那你真的什么用处也没有 我只好去找别的东西吃了 大蛇招呼也没打 就很快地爬走了 小丸童松了一口气 连忙逃走了 它那小短腿能跑得多快就有多快 它匆匆地逃离了荒漠 又来到了一片草地上 直到胸口都跑疼了 才停了下来 它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层灌木前 灌木的小树枝上挂着一团闪闪发光的丝线 正当它在仔细打量的时候 小线团突然裂开了 一只蝴蝶 从里面挣脱出来 阳光下 它那五彩缤纷的翅膀张开了 小丸童充满钦佩和赞叹地问道 真是太奇妙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么做了呗 蝴蝶细声细气地说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一只卵 后来变成了小毛虫 再后来 我变成了蛹 现在 就变成蝴蝶了 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 就是不断地提高和升华自己 你难道不能使自己 得到提高和升华吗 呃 不能 那你活在世上干嘛 说的是 这也是我一直很想知道的 还没等荣布熊回答 蝴蝶已经 开始翩翩起舞了 就在这时候 一位小姑娘走了过来 她光着脚 身上的衣服很破旧 因为她的父母太穷了 没有办法给她买新衣服 看见荣布熊之后 她停了下来睁大双眼看着她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顽童 你是一只绒布熊对吗 我还从来没有过一只绒布熊 你愿意归我吗 很乐意 小顽童说 她感到心里暖哄哄的 尽管她是用木屑和泡沫塑料做的 小姑娘把她抱在怀里并吻了她的鼻子 从此 小顽童又有了自己的主人 她们俩都感到很幸福 但是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几天以后 那只讨厌的苍蝇 又来找小顽童 还没等她看见荣布熊呢 就又开始 在她头顶 嗡嗡嗡地夹了起来 你来到身上有什么用呢 你可真傻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 这次小顽童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了 啪地一声 苍蝇 终于住嘴了 我不知道小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知不知道 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哪怕是木屑和塑料做的 只要你有了生活的方向 也就有了生命的意义 宝宝加油 董鸭阿姨明天接着给你讲